有時候你不一定有辦法進得去 即便我進去跟我拍照片給你看 你也沒辦法自己去看 那有一些即使是古蹟 他可能開放還有時間的限制 你不一定要配合的上 所以比較多的照片 今天看得到的都是寺廟 尤其是在我們身邊台北市區 比較熱鬧比較容易到的地方 希望有興趣的朋友看完 如果你想去現場看一看 你會比較容易去 像我四年前第一次來景美徒書館 介紹類似相關的話題或是這個東西 那陳漫年就跟我講 我後來跟他聯絡 我說請他把活動照片寄幾張給我 給我做檔案 他就跟我說那一天你講完 中午那天五十早上 你講完然後出去 有一個爸爸帶了兩個小韓生 就馬上問說那個北門怎麼去 我那天是講台北城 講完之後他馬上下午就吃飽完 就去看台北城 我為什麼喜歡做這個事情 就是像這個樣子 介紹大家不知道的事情 然後讓你們多點了解 什麼願意去親近 那今天談的是傳統建築 傳統建築裡面最有趣的就是那些裝飾 那其實不只是裝飾本身 那我本身念的是建築 在學校就對他們的東西也沒有興趣 那在那個還不是太多人關心這樣子的事情的年代 就開始做這樣子的事情 最早呢只是興趣 那後來也不曉得為什麼 就一直做到後來就變成 花很多時間在這個上面 所以在十多年前我就離開職場 我在當導演結束的職場很多人說 我這麼年輕的配給你 都沒有 誰說退休才可以當職場 我三十幾歲的開始當職場 我離開職場的時候 我們家小朋友當出生 昨天還在跟一個同學聊天 那一年就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所以我就從協議的職務上退下來 就是向來錄了 好